我们还有个词叫大腕 大腕这个词流行比老炮和玩主流行的早 那么大腕这个词也是因为电影 电影我记得是冯小刚的贺岁片里 李承如演的一段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只求最贵不求最好 那就是一大腕 那么大腕这个词汇怎么来的呢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腕本身是一个口语 它写应该写蔓 蔓延的蔓 蔓草的蔓 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蔓 植物中凡是能长出那种螺丝状的 这种东西比如瓜 瓜类的比如黄瓜就有 豆角也有 这东西口语土话都叫腕 金庸的社雕英雄传 笑傲江湖 梁宇生的峡谷丹心 汉海雄风等等 等等这种武侠小说中呢 提及腕提及的特别多 书上怎么写呢 有时候他写个万 一万两万万千的万 儿化万儿 一看万儿千万不能读成万儿 就读腕 为什么书中写这个腕不写那个腕呢 是因为那个腕是有谐音的 它这个字有三个音 第一个音读慢 我们说慢草 慢盐 对吧 第二个音就读这腕 这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发音 第三个还有个音 几乎不用 偶尔有人用 它叫什么呢 叫蛮精 蛮精是什么呢 就是北方人俗称那些芥菜疙瘩 烟咸菜用的 叫蛮精 一个字有三音读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呢 小说中怕你不懂这个啊 不懂北方人这种口语的人呢 就把它干脆写成万 一万两万的万 相关联的词啊 就是扬名立万啊 在江湖上你要扬名立万啊 这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经常使用的词汇 我们今天说大腕大腕 基本上都写手腕子的万了 这就是以鹅传鹅 那以前过去啊 三教九流五行八座的都有自己的行话 再极端就叫江湖黑话 听上去很难懂 你比如东北 东北最普通的黑话就是 一见面先报腕 什么叫报腕呢 就是你报一姓名 过去的人讲究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所以上来你什么腕啊 就是您姓什么 当然他不能说您姓什么 人一听您就不是江湖上混的 所以你来报个腕 让你报上姓名来 那如果我 我怎么说呢 千里腕 今儿这大腕的腕 就是这么来的 大腕的腕 就是这么来的 我这就说你报个腕 千里腕 什么意思 我姓马 那姓王的呢 虎头腕 老虎脑子上不一王子了吗 虎头腕 狠心腕 说的是谁呀 姓郎 这郎狠 狼子野心 但这郎是谐音的 姓孙的是什么呢 叫龙子龙腕 这叫龙子龙孙 报什么腕 一定不能把你这个姓名的姓 报出来 对吧 你说姓什么呢 白给腕 就是姓宋 谐音 姓张的叫什么呢 叫慌里慌腕 慌里慌张 不能说张 最逗的呢 是说 您什么腕 喇叭腕 喇叭腕是姓什么呢 姓催 催和吹之间呢 是不一样的发音 但东北话说这吹 就念催 你催吧 这东北话 你比如说 你在晾个腕 这位兄弟晾个腕 他说西北风腕 什么意思呢 西北风一刮呀 在北方特别的冷 所以这哥们姓冷 你比如人让我说 您来了 您晾个腕 我就说千里腕 什么意思 姓马 千里马 一日千里 所以这都是黑话 黑话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的 我们这一代人了解的比较多的 就是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里 增加了很多 有很多东西我也提不住 我也听不懂 西北悬天一朵云 乌鸦落进了凤凰群 满屋都是英雄汉 谁是君来 谁是陈 甩个吧 烧干锅们 铁黄前几骨 鲍塔 镇和腰 马哈马哈 正常武士说话 谁也没有家 连胡什么 精神焕发 咋地有黄了 黄冷屠的浪 过去土匪之间一定要说黑话 为什么呢 就看你也能不能露出破绽 你对黑话是不是熟悉 我记得我插队的时候认识好几个佛爷 什么叫佛爷 就是偷东西 小偷 他不说偷东西 他从来不说我偷了个什么 他说我顺手佛了一萝卜 就是偷了人家一萝卜 佛 佛来了 这个佛是不是今天写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佛 不敢说 他是早期在清末就开始流行这样一个音 叫严格说念佛 佛爷 还有一种流行的土话 这个话基本能听懂 叫拍婆子 拍婆子 就是今天大家能理解的泡妞 跟泡妞还不一样 拍婆子跟泡妞还真不一样 泡妞是指熟人之间花出时间 跟他练 这叫泡妞 拍婆子是生人之间 马路上 跟生女孩 不认识的女孩搭散 过去啊 年轻时候认识人多 我有一个朋友就特擅长拍婆子 我们这些人呢 是被教育过的 有文化制约 这个文化制约叫什么呢 叫脸皮薄 不好意思跟生女孩搭散 不会搭散 我们这朋友会 这朋友这个 长得英俊 关键是得长英俊了 所以他底气就足 那时候啊 大家都差不多 第一社会地位差不多 文化也差不多 什么都差不多 唯一差得多的就是长相 所以长相好的 按照现在的话说 颜值高的就沾便宜 他就特喜欢拍婆子 上街上去啊 看着谁好看 就过去跟人搭散 跟人说话 我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搭散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 跟他聊天打赌 他说哪个女孩都能搭散 我说那 你要敢跟那女孩搭散 那旁边路边站着一女孩 说我们大家赌一瓶酒 请你喝一瓶酒 这男孩直接就过去了 我记得特清楚啊 这女孩站在马路边上 一垫竿子旁边等人 我们那个年月等人 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都拿着个手机 不停的说 对不对 在哪呢 怎么还没到啊 是不是换个地儿吧 就什么 他很容易沟通信息 那时候站那就是死等 所以那女孩一看 就是等人 他就走过去了 走过去了 从那女孩的身上 把那书包 啪就摘下来了 挂在自个儿肩上 记得可清楚了 那女孩回头看了看 把她身上那包拿下来 又泡在自个儿身上 然后她又摘下来 又泡在自己身上 女孩又摘下来 又套回自己的身上 哎 来回弄了几下 他们也开始说话 你知道当时的社会 风气有多好了吧 没有人打劫 你哥今天你摘人家包 当场就喊打劫 对不对 当场就人就窜了 那时候没有 他那你那背我包干嘛 我这包里啥也没有 对不对 他就跟着女孩 搭过 搭过说了什么 我们听不见 远远看着 觉得特可笑 回来以后说成了吧 请我们喝杯酒吧 把那女孩叫过来了 也不知道都说的什么 那么我想起一词 这词 今儿的人不一定懂 叫什么呢 叫犯照 犯照 什么叫犯照呢 犯 就是犯人的犯 照就是眼睛看见 犯照 那个年月 我们年轻学期 方刚的年月 很多人就英文犯照 就是看人家一眼 很简单 就是看了你一眼 打起来了 打得头破血流 那时候 很多年轻的孩子 我十几岁的时候 就因为犯照这件事 打了无数次架 很多架呢 有小架变成大架 为什么 本来是两个人的事 后来两个人各招自一拨人 最后形成大规模的打群架 起因很简单 就为张三看了李四一眼 横化 黑化 叫犯照 他跟我犯照了 犯照什么感觉呢 就是不是说迅速的聊过去 而是要在你身上停留一秒以上 盯你一眼 那眼神 盯你一眼 挑衅 就是用眼神 挑衅 我有一朋友 小时候呢 就是喜欢打架 手黑 这个当年呢 在北京的新桥饭店去吃饭 北京当年啊 有三个西餐厅 牛 老打架 为什么西餐厅牛呢 跟今天一样 宠阳没外 中国人吃惯了中国饭 吃一回西餐不得了 比如大家都很熟的 莫斯科餐厅 俗称老莫 再有一个 就是和平餐厅 再有一个就是新桥饭店 这三个地方 是专门吃西餐的地方 当年啊 他们在新桥饭店 新桥饭店在北京的南城 崇文门那个地方 新桥饭店也是各种 这个大腕 各种老炮 各种小龙王云集的地方 他们去吃饭 人家本身坐着一桌子 他们去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 就犯了一下照 看了他一眼 结果他就生气了 在那儿坐在那儿生闷气 说他跟我犯照了 怎么办呢 这饭吃着一半 他就拎着一瓶红酒 就过去了 你知道啊 过去那红酒 跟今天那红酒不一样 今天的红酒 糖度特低 所以这个酒呢 不黏 不那么红 我们小时候喝那红酒 跟糖水似的 特甜 所以他糖度特别高 黏 你想啊 他这东西有点犯黏呢 他就特别像血液 是吧 他拎着这瓶酒 没起风的 就过去了 过去后 这哥们放完诈 忘了 他就照着他后脑勺 一瓶子下去 你想脑袋也开花了 这一瓶酒也摧出来了 这一瓶子红酒 摧在身上 再加上脑袋出血 轰的这人就没法看了 他撒腿就跑 改了人一下子 撒腿就跑 从新桥饭店 一口气往北跑 一直跑到北新桥 跑出多少里路呢 我估计现在得有五公里十里路 跑出这么老远去 比范赵 还强烈一点的一个动作 或者说一个行为呢 还有一句土话 北京土话 叫地葛 说那人跟我地葛来着 什么叫地葛呀 地就是传地的地 葛呢 过去说这孩子特葛 是吧 北方人说嘎 说嘎小子 地葛就是 有一个动作挑衅 他跟范赵不一样 范赵说的很清楚 就一动作就用眼神 这个挑衅 地葛呢 是各种动作 比如我给你们学一个 我也趁机喝口水 什么叫地葛呢 你们看看啊 我这个喝一口水啊 这个地葛啊 我们假设 这两个人眼神对上 我拿着这杯子 不停的这么敲 跟你这挑衅 这就叫地葛了 跟你 他葛嘛 这个动作就不是个常规动作 所以地葛随时可能变化动作 一地葛 立刻就会查价 查价也是一句 北京土话 找茬打架就叫查价 这字就是找茬打架 这四个字的缩写 那我们老炮这个词 曾经在我年幼的时候 在我年轻的时候 是非常风行的一个词 今天为什么不用呢 今天的新词诞生太多 很多词就把老炮这种 老词给挤的掉了 那么老炮的这一炮啊 一开始很多人纠结 到底是哪个炮 这个炮最初是三点水 这个炮 与它相匹配的一个词呢 叫什么呢 叫炮妞 过去是指在某一个领域中 寝炮多年的人 深知这个领域中的很多奥秘 和在这个领域混成精的人 称之为老炮 老炮有个特点 这个词 第一不能自称 第二不能相称 第三是背后的背称 就是比如说 我不能自个儿说 我自个儿是个老炮 这个没有任何可炫耀的 是一个 说起来是一个贬低的词 第二呢 不能相称 不能说 哎呦 说老炮来了 这别人就给你翻了脸了 老炮呢 这个词呢 有我看啊 很多人这个发了很多文章 说这老炮的这个炮字啊 原来是指北京的炮局胡同 你知道炮局胡同 过去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 拘留所有个特点 就是抓进去的人 常常是拘个十天八天就给放了 官方打交道的人 被公安局条理过的人 这种人称之为老炮 那么这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都是以讹传讹 那么如果有人说 说你说这老炮是不是对的呢 我也不敢肯定 我百分之百就是对的 但是按照我们的语言习惯 按照当年啊 泡妞的这条思路 这老炮一定是泡妞的泡 那么在最近流行的各种文章中呢 其中有一个人描写了各种老炮的形象 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准确形象的描述了老炮的基本状态 他说这个人呢住在牛街啊 姓施啊 这怀里啊 就身上永远带着一把折叠刀 你们今天觉得这折叠刀有什么心情啊 那时候带把折叠刀都是很牛的事啊 所以愿意亮出胸起来 所以身上永远带着 什么时候都带着一把折叠刀 那有些这个小炮啊 就是我们类似电影中的小鲜肉啊 这小炮呢 其实那时候还真不是小鲜肉 那小炮也操着呢 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有名的老炮呢 就来挑衅 就拦道啊 截他 骂他 侮辱他 那么这施某人 这老炮呢 就脸上好像有点蓝色啊 打不过你们嘛 所以呢 就掏出了这折叠刀在手上玩啊 这也叫递格啊 那么 这些小炮们见了以后就大笑不已 说你这叫什么呀 所以就更加的去侮辱他 这个施某人呢 就把自己的这个裤腿挽起来了啊 说我老了 玩不过你们 那给你们赔个不是总行吧 就把这裤腿挽起来啊 挽到膝盖上 自己在自己的大腿上 慢慢的啊 你们注意 慢慢的隔开一口子 长这么多 二寸啊 鲜血淋漓 而起身以后呢 面不改色 心不跳 那所有的小炮们就愣了 说这都什么路子 然后 自个儿又撩起另外一条腿啊 就说怎么 还不行吗 那我就再来一刀 然后弯腰 自个儿给这条腿上又是一刀 然后就问啊 说你们谁有盐呢 云我些 这费精土化 云我些 就是给我些啊 抹上才好 然后这些小炮们一看 哇 这老炮厉害 转世就一哄而散 不敢再挑衅了 于是 这施某人 施老炮啊 就 名声大震 四九成 无人敢 跟他犯阁啊 明星呢 在中国啊 古代社会呢 他不叫明星 或者说他也不叫演员 他就叫角色 我们今天啊 演艺界都把角色读成角色 角色 其实这个角色最初就是角色 这个角指的就是这个角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啊 影视界还残留了一个痕迹叫角本 那为什么这个角色后来变成了角色了呢 是因为过去各行各业都会有一种因变现象 成心读的不一样 以示区别内外行 比如你说 您出什么角啊 这角就是角色的儿化 这就是行家 如果说您出了什么角色 人一听 您就是一棒锤 棒锤也是离元行的哈 就是您是一个外行 比如我们常说三更半夜 但离元行他可不说更 他说京 大京的三京半夜 光当当一声 这个为什么他说京呢 音变 比如这腿舌了 今天大家说的都很习惯 其实这字原来就念折了 折断嘛 对吧 我们今天依然念折断 那为什么念舌了呢 这些也跟离元行的音变有关 打舌你的腿 不说打折你的腿 我们先说这离元 今天一说离元行 就是京剧这个行的 离元行这个词 不是离元行 离元这个词呢 最初是指唐代都城长安里的 一个离树园 一到春天开满了梨花 唐玄宗李隆基酷爱诗歌戏曲 他就在这个离元这儿 培养 培训 艺人 后来他就成为了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集歌舞戏 为一身的练习场所 久而久之呢 这个离元就被称为了 戏剧的一个代名词 他最初呢指的是戏剧界 后来慢慢慢慢演化成 单指经剧界 以前呢 这个戏剧艺人都出身贫贱 他为什么出身贫贱 因为小时候练功太苦了 富人家的孩子受不了这罪 那么这些行业呢 生存非常不易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呢 他就出现了很多行话 另一行有很多行话 是不是 行话有一种是刚才我们讲的音变 还有一种是单独创造一些词汇 比如 您唱的啊 走调了 这叫什么呢 叫黄腔 开了黄腔 后来这黄腔有点奇异 所以就改成了荒腔 荒废的荒 所以我们成语里就有荒腔走板这么一说 这是源于戏剧的一个成语 我们生活中经常说 这人做事有板有眼 这个板和眼就来自于戏剧 我们唱戏的人 对板眼要求超过了对腔调的要求 你比如要有一个黎原行的人夸你说你唱的不错 有板有眼 这是很大的嘉奖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过去啊 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上行里的 你一说话你就知道你是一外行 你看一象牙笔筒 哎呀这笔筒真漂亮 可惜裂了个口 完 外行 你得这么说 哎呀这笔筒真精彩 可惜笑了 这就是他的行话 裂开一点 他叫笑 你说这玉器啊 这嘎子件真漂亮 可惜上头有一道裂 完蛋 行话叫有一道柳 他一定规避那个难听的字眼 你看瓷器 瓷器 这瓷器 有一个裂纹 这个裂纹叫什么呢 如果这裂纹达到口端 这叫冲 说这东西真可惜 冲了 就是有一道裂纹 到了口言上 如果没到口言叫什么呢 叫问 我们有一句邂逅语叫 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个问字非常难写 写出来你未必认得 它就是利用这个谐音 古董这行业 所有东西都不规规矩矩的叫 我们今天叫珊瑚 琥珀 秋角 珊瑚 古董行人叫珊瑚 发三声 琥珀 叫琥珀 秋角 叫秋绝 秋绝是海象牙 所以它在所有的专业术语中 一定要发生音变 以区分内外行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自己这个行业的利益 就会发生音变 就会发生音变